嗨嗨,我是Josh 我最近看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研究 這是這個月才剛剛公開的內容 我們在五大好球的影片裡 經常會看到外野手的長傳美技 這些雷射尖長傳 基本上會分成兩個類型 一個是不落地直接傳到捕手手套 另一個是讓球落地一個彈跳 再進捕手手套 現在問題來了 這兩種傳球方式 到底哪一個花的時間比較短呢? 國外現在已經有人透過物理學的計算 解答出了這個問題 今天我就來帶大家看看這個研究吧 想要用計算的方式 來了解傳球所花的時間 首先就是要知道球是怎麼飛的 這個牽扯到棒球飛行的空氣動力學 我們不需要知道細節 只要知道這裡所使用的 是一個已經在許多研究中 被廣泛使用的model就行了 除了飛行的情況之外 在這個研究裡 球落地反彈的行為 也是我們必須知道的 所以他也使用了一個 球落地反彈的model 現在我們有了model 要做計算的話 我們還必須做出一些假設 我們假設所有從外野長傳的球 都是從6英尺高的高度出手 同時球在飛行的時候 都是以所謂的 pure backspin的方式在做旋轉 也就是球旋轉的角度 都很一致沒有偏移 由於在分析上的變數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需要做出這些假設 試著將情況單純化 現在出手點跟球旋轉方式的假設 都做完了 我們還必須設定接球點 我們設定不落地傳球的 補手接球點 在2英尺高的高度 而一個彈跳的補手接球點 在1英尺高的高度 接著我們開始計算 各種傳球速度 跟傳球角度的組合 球速設在70mm到105mm之間 傳球角度在0到30度之間 一共做出了1萬組不同的 球速與角度的組合 再透過微積分的計算 就能夠得出 傳一個彈跳的落地反彈點 會在什麼位置 OK 開始覺得聽起來一頭霧水了嗎 不要擔心 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假設與data了 現在就要進入分析結果的部分 我來跟大家說明 這張圖要怎麼看 縱軸是傳球的距離 橫軸是出手的速度 而圖上的顏色 是兩種傳球方式的時間差異 舉例來說 如果我在距離本壘300英尺的位置 以80M的球速做傳球 那麼這個數據點 就會出現在圖上暗紅色的區域 我們再跟右邊這裡做對照 會發現暗紅色代表的 大約是0.04秒 它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距離 以這個球速做傳球 傳一個彈跳 會比不落地直接傳到捕手手套 快0.04秒 再看另一個例子 傳球球速一樣是80Mi 可是傳球距離變成只有150英尺 現在數據點 變成是出現在藍色的區域 跟右邊做對照之後 發現對應到的數字 大約是-0.03秒 代表傳一個彈跳 會比不落地直接傳到捕手手套 慢0.03秒 從這張圖我們可以做個簡單的結論 在傳球距離遠 以及傳球球速慢的情況下 傳一個彈跳會比較快 相反的 在傳球距離近 以及傳球球速快的情況下 不落地直接傳到捕手手套 會比較快 但是從圖上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兩種傳球方式的時間差異 最多也不會超過0.05秒 只差這麼一點點時間 真的有差嗎? 大聯盟的頂尖跑者 每秒最快可以跑30英尺 換算一下 0.05秒就差了1.5英尺 大概是45公分 並不算是一個可以忽略的差距 最後這個研究的作者也說到 目前還有很多的變因 沒有加入這個計算裡 例如風的因素 就可能讓整個分析複雜許多 雖然現在這個研究 可能還不能夠完全反映出 球場上的真實情況 但作為一個具有啟發意義的研究 確實是有它的價值存在 也許未來我們可以看到 更進一步的分析方式也說不定 我是Josh 今天這種形態的影片內容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按下喜歡 以及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